NiGok DiGok MuDiGok NiGok 我們是 導航派 咧 這裡啊 我们正在哪里啊 我们在新加坡 其实马来西亚我们拍的地方也不少啦 去了尼堡啊 槟城啊 马六甲啊 Torho对不对 对 我们这是第一次回到家哦 新加坡的第一站呢 我们一定要请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来助阵 对不对 对 必须的 对不对 一定要 我们请一须的 动物量有机的朋友 诶 有请 这次我好好给大家介绍 Sherman 可是KL的Scapital跟MetaCommunic的创办人 今天你的出现呢 是我们观众的荣幸 也是我们曹操派的 惊喜 对吧 对对对 那你看到他的跟踩就懂了 看他这样的跟踩就这样 找这重量级的朋友来 对对对 那观众朋友才相信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好不好吃你看他 你看他 我也差不多了 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呢吃什么好不好 PONIC 怎样 带我 这个酿豆腐呢是位于大巴窑 异象大牌124的 Hakcheong Haka 酿豆腐 今天呢我们的Hakcheong客家酿豆腐 有心的请到我们新加坡的大明星啊 新加坡的第一集很新 有心请到你哦 还有我们的家务大哥啦 也是我们 我们新加坡的 刚好 喂 Hakcheong客家酿豆腐呢 其实是我从小吃到大的 还不到十岁的时候 因为我以前也是住在大巴窑 楼下就有他们的酿豆腐 那个时候呢 只要有空的话就跑去楼下 就是赌存钱的时候 因为内心没有什么钱 你现在很有钱吗 要继续说 不是 所以可以请我们吃 一个很高的永导福了吗 所以我到现在只要 回来新加坡 下背机啊 如果还没有办法 我都会跑来这里吃 为什么那么好吃呢 你们品尝一下吧 好 台东 好 你知道客家的豆腐呢 我最喜欢的家务 就是它的酱 嗯 它的甜酱 跟它的辣椒酱 混在一起 就是喝了很多酒 它是不是甜 就是你把那个酱啊 就这样 没 它是不是 够呢 怎么办 我再继续 哇 你昨天是喝很酒酒 哈哈哈 对了对了 你看我的表态是 它的酱真的是 独一独二 特别 诶 Jeroy哥 你去讲讲它的 它的酱品啊 刚才你可以闹了 现在已经闹了 对 太平洋了 那 一阵姐呢 这边的味道 但应该真的是自己酿 对 鱼都是很新鲜 然后我觉得它美丽的 它的酱汁也让它恰恰好吃 因为它以后 你给你一个小鱼 因为它是干不干嘛 啊 Tony 里面最喜欢的是什么 哇 其实蛮喜欢这个的 是豆皮 我现在再问一下 那个重量吃的 重量 哎 Simon 狗狗 马来西亚有没有吃到 这样的 那个豆腐 没有可能 这个太新鲜了 它不辣甜不甜 酸不酸 All just nice This is surprisingly good 没有话说 这个美食嘛 这个感觉就是 就是有时候啊 吃进嘴里 好不好吃 你从它的表情就知道了 因为我觉得它的酥皮呢 比如放酱都很有味道 它很新鲜 然后它很辣块 它说明一定要怎么吃 你用汤的汤 就是放在汤里面 然后你沾它的酱 有甜酱 有辣椒 然后放进你的嘴里 哇 你也超级厉害 你吃变成 这个马来西亚都有巴胖 哈哈哈哈 不是我的汤 而是我隔壁的 日文 哈哈哈哈 你这样不可以 日文 酱吧好不好 好 先算是 给你们看一下 它们的酿豆腐 里面的 Infrostar 我用 酱 好 现在我的嘴边呢 就是希望客家酿豆腐的老板 给我介绍一下 嗨 哈啰 Ellen 来讲讲这个你的历史 多年的时候 工工的时候开始 我们还没有出事 所以你认识我的时候 你还在上学吧 因为我看着拿着出发了 不是啊 那时候偶尔你会下来喇叭 等之后有时你没有下来的话 你爷爷会下来 看来那些大明星吃的都是 哎 呃 当不绝口 重点是他们讲你们酿豆腐 其实除了用这个 鱼肉 鱼肉 还有马蹄鱼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不能讲 其实我告诉你 他们那样的 他们家那样的豆腐呢 都是真的 人家宇宙如宫的 为他们来要 不手软的 哦 那个蟹是 饱满的 杆杆棒 重点是一点都不贵 你的这个甜酱辣酱 可以 讲给观众 那个酱 那个酱 那个酱就是那个 配鱼 是不同的 那些特酱辣 可是我们的 不需要酱辣 我就讲 哎我这个师傅 到处的甜酱辣椒就不吃过了 就是没有你家的那个味道 是几点 开到几点 哦 哦 我们早上六点半 嗯 到晚上八点半 因为我每次啊 去拍戏的时候 早上来打包 看到他的妹妹 在掌厨啊 这个 哈姜的客家酱辣豆腐 可见你们的这个 郑州客家酱辣豆腐呢 也做了 应时多 将近七十年的一次 所以 身为这新加坡的 第一站 曹操派的 第一个介绍 就是 哈姜 哈加酱辣豆腐 哦 非常好 希望客家酱辣豆腐 好不好吃 好 好